臭臉人覺得什麼時候最委屈呢 我那個朋友就說不是啊 因為每次你去 然後你就臉都很難看 他就這樣跟我們兩個講喔 可以啊 我說麻煩你 等一下報價單給我 我說順便拿一張申訴書 你老公會教育 陪陪陪 我一生都陪你 今晚有一點 東升超市聖子蛋頻道 我就問你正常嗎